我想请问你 你觉得平均利润 这样子的计算 对不对 这个利润 我们先来去观看一下 我排序一下 我把利润 递增排序 有看到一堆负数 请问一下 负的利润 当我们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我们的利润 应该是要把它定位为 我只算那个 大于零的才算利润 也就是说 不管每一个产品 我每一笔订单 我应该最基本的要求 都要利润大于零才对 所以我觉得 我必须要学会 再去计算 作为指标性的利润 因为请问一下 利润小于零 这根本就是不合理 不应该存在的事实 还有这家公司 到底有多少笔订单 是利润小于零的 请问这是不是都是问题 当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是要分析这些 而且要把这些事情告诉老板 说您公司的利润是怎么样 真实的情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算一件事情 就是利润要大于零的 我才去算平均利润 我们现在就是 只有一种情形 利润要大于零的 我来去算这个平均利润 我们现在去看 那平均利润2 怎么算 因为你不可以用 相同的栏文名称 所以一样滑鼠右键点这边 新增量值 然后请把这个新增量值 量值量值改成平均利润2 平均利润2等于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我要介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函数 叫做智慧函数 它真的很棒 它叫做在一个条件的运算结果 像例如说好了 我刚刚是不是说 那个大于零的利润 这是条件 我才算 我才把它去做平均利润的计算 所以是Calculate 接下来是不是运算式 各位运算式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函数 像刚刚我们的运算式 是不是Average 然后利润 所以在这边请输入 A V Average 然后Tap键 选利润 方向键 本来是不是在定义单这边 然后方向键往下 一次就好了 然后Tap键 然后接下来呢 记住哦 这个Average 左刮弧 所以你就要有一个右刮弧 不然它一直停留在 Average 没有结束这个地方 所以右刮弧 然后接下来请问 运算式是不是就做完了 所以运算式后面是不是有一个逗号 对就是这个逗号 很多同学都会忘了这个逗号 所以逗号 接下来是不是要筛选条件 请问我刚刚是不是说这个利润要大于零 直接找出来 怎么找利润 用一撇来呼叫 Enter的左边是不是有这个一撇 然后往下找到利润 然后Tap键 它是不是要大于零 大于零 因为筛选嘛 请问筛选就是用数值的比较式 例如说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等于 以及不等于 不等于就是什么 不等于就是小于大于 接下来请问我筛选一是不是也做完了 要不要再做筛选二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直接放这个右刮符了 右刮符 然后Enter 好了 我现在要重新再做一个平均利润二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点卡片 然后平均利润二 所以我的平均利润二 是不是大概400 拜拜